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4日 自從去年香港立了《國安法》之後 香港進入了新紀元 最近在北京 人大立了《愛國者治港法》 可以這麼說 泛民主派 本土派 這些反對黨 反對勢力 已經連根拔起了 但是香港的局面會不會自此完結呢? 我認為不會 二次回歸的路徑 將會掀起下一波鬥爭 下一波鬥爭就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由韓正 上海市市長逐步逐步升到去 成為國家領導人 政治局常委 韓正 他就說 一定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 其實由溫家寶的時期已經說了 但是一直無法解決 為什麼以前無法解決深層次矛盾? 原因就是因為以前要統戰深層次矛盾的製造者 深層次矛盾製造者是什麼人? 地產霸權 大地產商 新界原居民 高級退休公務員 他們連成了一個土地霸權 地產霸權 公務員退休之後加入地產商 然後有很多千絲萬縷的利益 新界原居民過去幾年 積極在前線上發揮了他們的作用 原朗事件 721事件在大陸被描繪為 原朗人再一次保家衛國 自從當年英國人來的時期 新界人奮力抗擊 又一次 保衛國家 但是代不代表他們以後成為了特權階級?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共產黨要不斷透過統戰次要矛盾 打擊主要矛盾 譬如說當公民黨社民年剛剛崛起的時期 公民黨社民年搞五區公投 他們團結民主黨 民主黨溫和 司徒華當時領導的民主黨 是認為可以被統戰的對象 結果司徒華離開 癌症病發 那麼 北京是被司徒華高度評價 說他是堅定的愛國者 所以愛國者自說司徒華在那一刻應該有份 但是不是啊 後來 當本土思潮再崛起的時期 他就發覺社會越走越激進 而越走越激進 在大陸共產黨思維 他們叫唯物史觀 認為是階級決定的 是經濟決定的 什麼經濟? 就是因為青年人上不了樓 現在樓越來越貴 譬如說在新界區一個五百多呎的單位買到一千萬 如果大陸叫五十平 要一千萬港元 已經是新界的單位 沙田 馬安山 將軍澳 這些 如果新界西北的可能比較便宜 可能七百萬、六百萬是有的 如果市區要一千多萬買一個 兩房的單位 年輕人怎麼結婚? 年輕人結不了婚 不要說結不了婚 就算談戀愛 拍拖的時期 找間酒店開房也困難了 那幾年酒店給了自由行 完全沒有房間 第二就很貴 結果九龍塘的時鐘酒店又變成了國際幼稚園 而且各種原因令青年人覺得絕望 而青年人覺得絕望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來自土地霸權 土地霸權 構成的就是鐵三角 大地產商 高級公務員 高級公務員退休之後去大地產商又任職 然後他們有很多辦法讓他們掌握了政府很多資訊 投了很多地 四大地產商在新界團了大量土地 他們的土地儲備 比政府的土地儲備更多 第三就是新界原居民 他們擁有了定屋、定權 這些解決不了 新界原居民在過去兩年成為了高度愛國者 怎麼高度愛國者? 元朗721事件在大陸的官媒描繪為 自從英國人進入新界 受到新界原居民奮勇抗擊之後 新界原居民有一次保衛國家 保家衛國 這是他們的描述 但是不代表新界原居民自此會成為特權階級 因為當主要矛盾已經消滅的時候 你的次要矛盾就變成了主要矛盾 譬如說 之前我提過 最近在北京人大政協 其中一個人提出了說要廢除英語作為主科地位 那是來自九三學社的 九三學社就是最有效地解釋這套矛盾論的人的對象 九三學社就是1947年的時期 被共產黨統戰成為民主黨派 當時國民黨是主要矛盾 但是國民黨隨著49年撤退到台灣之後 國民黨的餘孽在50年代初也被打擊 清洗 沒有了主要矛盾 結果在反右運動時期 九三學社就變為主要矛盾了 九三學社所代表這批人是右傾資產階級的人 成為了反右對象 民主黨派幾乎在那一刻已經受到長期批鬥 到了文化大革命更嚴重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期 他們就成為了黑五類 直到改革開放 這些民主黨派才出來 做回一個民主花瓶 現在九三學社還可以在人大兩會 政協兩會中發現原因是因為如此 原因現在主要矛盾就變成了美國 不是再在國內的階級 但是 泛民主派 美國的代理人 他們基本上現在已經入獄了 黎智英他們 港英餘孽又開始逐步清洗了 下一步就是要到地產商高級公務員和新界原居民 從毛澤東1937年寫的一篇著名作品《矛盾論》中看到了 毛澤東是這麼說的 首先他引述了列寧 他說 這個世界是如此的 全部都是矛盾的 在數學有正數和負數 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有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有陰電和洋電 在化學有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有階級鬥爭 這就是毛澤東引述列寧的 然後毛澤東就說 在黨內不同的思想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 在社會交給矛盾的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 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 黨的生命也停止了 所以毛澤東認為要不斷革命 天天鬥 月月鬥 年年鬥 這個在鄧小平以後的三十多年 暫緩了這種鬥爭 鄧小平明言 不管黑貓還是白貓 抓到老鼠的就是猴貓 這是放棄了階級矛盾 但是現在勿忘初心 最近這幾年習主席不斷主張這種不忘初心 要擁抱共產黨核心思維 這種鬥爭又出現了 捲土重來 現在下一步我認為高級公務員正在鬥爭著 一定要整治他們 好像蝕聽風雲那些 就做不了 蝕聽風雲三 大地產商勾結原居民 再勾結高級公務員 這種 在下一個世代就難以做到 大地產商之前也 見到這種情況見風洗陀 所以 恆基 新鴻基 李兆基家族和國時兄弟家族 將部分的土地捐出來給政府 但是比例還很少 現在四大地產商所掌握的新界土地 比政府的土地儲備更多 所以下一步一定要想辦法釋放他們出來 這個可以用很多方法 如果用溫和一點的行政方法 土地空置稅 就逼他們要蓋房子 如果你團地曬地 不改變土地用途 又不復奸 就修理一個高昂的土地空置稅 這是最溫和的做法 嚴厲一些 就是用政治的壓力 用輿論的壓力 搞到他們雞亡鴨血 不斷鬥爭 再嚴厲一些 可能用很多土地的條例 用廉政公署 用消防 用各方面的國家機器 讓他們無容身之所 最後要迫使他們交出來 這是地產商方面 而原居民方面 溫和一些的公私營合作 其實之前 林鄭、梁振英時代也提倡過的 跟新界原居民搞公私營合作 就好像薛聽風雲三一樣 一起發大財 我認為以前 政府會這麼做 現在就不會 以前為什麼要這麼做? 需要統戰他們去對付反動勢力 現在沒有 沒有了反動勢力 他們又成為最大的反動勢力 所以沒有需要統戰他們 我認為溫和的手段對付新界原居民 空間是細量 反而用強硬的方法 譬如說 在丁權方面 可以解釋丁權 丁權2047年後 還有沒有丁權? 如果沒有 他們又排不了丁 最後他們就要交出丁權 又或者可以解釋丁權的土地擁有年份 解釋到一個他們要交出來的年份 又或者之前林鄭是強行說要拆丁屋 要拆一些僭建的丁屋 大規模去做 用消防 用僭建的方法去對付他們 而迫使到他們要交還土地 這是可以看到的 而林鄭對這個思維是很強硬的 是要拆的 後來因為 需要統戰原居民 才放棄這種做法 現在我也說了 統戰原居民的空間已經不存在 所以 對付丁屋 我認為在未來三幾年 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現在最近有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就說 村屋大王被制棄 最近元朗拘捕了一個 村屋大王王光榮和他的兒子王德遜 是歷史上最大的兔丁案 這個兔丁案被拘捕 跟韓正說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問題的時間 是契合的 1、2、3、1、2、3、1、2、3 好了 在韓正下了命令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以前形勢要統戰他們 所以解決不了 但是現在將會 我認為有新一波 撞闊波蘭的階級鬥爭 在香港出現了 在共產黨過去的100年 是常態 最近30年 只不過是改革開放了30年 這個常態變成了一個儀態 一個儀素 但是現在在勿忘初心的情況下 這個常態又會出現 這個大家要注意的 說起新界有一點小知識 新界 為什麼會叫做新界? 其實新界和新疆 英文都是翻譯做New Territories 新疆是顧名思義 乾隆王的時代 用十全武功 收復回來的土地 收復這個字很奇怪 因為他以前沒有統治的 在唐代 這是經略西域而已 漢代更複雜 漢代叫交通西域 就是跟他們聯絡而已 唐代叫做經略西域 到了明代 西域諸國就成為了朝貢國 但是到了清代 乾隆王又不是 發動軍力去征服了西域諸國 西域諸國的迴疆諸部 最後建立了一個國家的領土 叫做新疆 所以說收復這個字其實不是很合理 這是新托回來的土地 新托回來怎麼會叫做新疆呢? 同樣道理 香港也是一樣 香港本身在1842年的時期 割讓了香港島 當時香港島叫做維多利亞城 後來他發覺土地不夠用 因為他希望用過維多利亞港 維多利亞港就泊了船在這裡 可以維修 可以補給 但是 你也要經陸路進去的 有些是經水路 經珠三角 有些是經陸路進去的 他需要更多的土地 後來在北京條約的時候 割讓了九龍半島 所以 有九龍半島 界限界以南 就是英國政府 界限界以北 就是中國政府 而在界限界附近的地方就叫做九龍城寨 就是清政府 九龍城寨根據檔案資料 在1898年的時期 新界歸入英國統治的時期 九龍城寨有600多個軍官 200個居民 很少人 但是 到了1898年 當時英國政府就跟北京談 跟清政府談 我需要更多的土地 就是要租借 因為當時沒有戰爭 頭兩次都有戰爭 第一次的鴉片戰爭 以及第二次的英法聯軍戰爭 各樣 各樣是永久的 當時1898年 沒有各樣 如果遲兩年 就變成八國聯軍 有機會各樣 但是當時就談判 租 他需要更多的土地 去租 維多里亞城 以及九龍寨城本身是對望的 一個是清政府 一個是英政府 但是英國人覺得 不是辦法 你們這些人 經常在擾掠邊境 出現了很多邊境的問題 所以他希望租了新界 租到深圳河 羅湖 以南 全部都是香港土地 所以1898年6月9日正式歸入英國的統治 租約99年 所以香港後來的回歸是根據新界99年租約的 因為本身九龍半島和香港島是永久各樣的 但是當然了 鄧小平和戴翠夫人談判的時候 說明是不承認任何不平等條約 所以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永久各樣都是不承認的 但是不承認南京條約永久各樣 不承認北京條約永久各樣 但是卻承認了新界託子專條99年的租約 這也是可想而知的辯證思維 就是責任不在我方 對我有利的我就承認 對我沒有利的就不承認 這個是 要熟讀中國近代史 能夠理解他們如何理解問題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讀多一些歷史是重要的 現在這個時代還可以讀多一些歷史 最近我的書已經改寫了第二版 有增定版 這個增定版現在已經在最後校對排版中 已經修改超過600處 因為第一稿就是我口述 有一半內容是我口述 然後有幫忙寫出來的 結果當時我就沒辦法校對 因為我太太進了醫院後來 我過一個月也在醫院 所以沒辦法校對 結果有很多的文句不通 初別字 最近我已經花了兩個月時間重新去校對編寫 接下來四月份就會在書店重新出版 因為第一版一開始 前幾個星期已經賣光了 但是至於賣了第一版的朋友 我也會想辦法修改教堪表 或者給你們一個e-copy 但是如何安排呢? 要出版社去決定 這就是我現在跟出版社爭取的事情 因為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打擊 無論如何 今天講到這裡了 我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以及支持收費平台Patreon 現在開通了年費 也有每個星期大概有一萬字的連載文章 包括我跟陶國章教授對譚錄的筆錄 這是我希望年中可以出到第二本書 目標大概十幾二十萬字 二十萬字 還有中西大不同舊作的連載 沒有廣告的聲音檔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